大家早上好呀 我现在是在福建的莆田 刚才打算今天要去九里湖 在山上 说是风景很不错 但是就今天这个天气 大雾下雨 我决定直接离开了 去泉州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鸟 今天是2024年1月30号 天气在莆田市下雨 到了泉州就晴了 到泉州了 今天我将在泉州古城暴走一天 然后明天去寻谱体验 沾花围 到泉州古城里边了 我主要去两个地方 一个是开人寺 三个 另外就是去看那个粉色的教堂 还有就是 第三个地方就是去那个天后宫 剩下的就是走哪看哪 碰见啥看啥 泉州真的好暖和呀 20度今天 开元寺 开元寺始建于唐朝 是福建省最大的佛教寺庙 现存的建筑主要是从南宋时期到民国时期都有 比如说这个东西二塔就是南宋时期的 那现存的文物最早有到圣唐时期 出门了 不是出太阳了 什么出门了 人寿塔 今天周二 但是人好多呀 那个塔是东塔 刚才看的是西塔 东塔 东塔叫正国塔 泉州有非常可爱的水滴兽 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 它几乎存在于所有的建筑之上 好漂亮啊 这个寺庙 然后它的大宇宙 然后之间呢 有金黄八宫 我们看的印度大片 对着它 哇 这么粗一棵菩提树 看那个柱头皇室桑园 这个炉子 画号的威桑炉嘛 本身软 哇 小院子好漂亮 哇 那个花好漂亮啊 泉州绝对是中国的东南沿海名城 是中国唯一的适宜城市 估计有一多半的台湾人 阻击都是泉州 从宋元时期 它就是世界海洋贸易的中心 中国的最大岗 醋肉 为什么这么多人 土笋洞吃不了 但是这个可以尝一下 这是炸醋肉 还有那个菜果跟紫菜 这个炸醋肉 没有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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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酸 就是隐隐有一点点 这个菜果我吃不太惯 不太好吃 这个味道我不赖 像那个就是海苔味儿 其实泉州古城内各种遗迹很多 小巷子也都很有味道 好漂亮 这种花砖 在士班牙跟葡萄牙的建筑里经常见 20世纪20年代 伊斯兰风格 两层砖木石混合结构 南洋外郎是闽南洋楼 对 你看 外郎是闽南洋楼 这个楼也很漂亮 好漂亮 这个花一遍 这个是天主教会哦 不是基督教 天主教会 小粉楼 到了 看 粉粉的嫩 唯一的缺点就是 主要的街道分贝过高 对耳朵不太友好 很像 人好多呀 天哪 老天爷爷 这条街好好的看呀 除了有点太吵了 这个城市 但是它房子好漂亮 这栋楼上边 这排房子好漂亮 大家都在围着这个楼 开窗 钟楼 在福建真的是 见了我这辈子 见的最多的两轮车 为什么这个点 饭馆还在排到队 现在是 半点四十八 然后这个餐厅 那个队伍排的 贼拉长 这是哪顿饭 往天后宫走 好多人啊 德济门遗址 德济门遗址是体现 宋元泉州海洋贸易 管理保障的代表性 遗产要素 有点远啊 德济门是宋元泉州的南门 哦 正南门 原来的路就只有这么窄 都在打卡那个楼 这个 好大一个龟 全国人民都知道 妈祖在福建台湾的地位 而全国最老的天后宫 就是泉州天后宫 离开天后宫 我又跑到了晋江边上 还有个灯塔 人类的文明是离不开水的 所以所有的大城 都会建在大江大河的边上 另外通过今天的行程 我终于明白了 泉州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电动自行车 因为打车打不潮 开车又堵又难停车 我最终也加入了他们 完美地展示了什么叫 质疑别人 理解别人 成为别人 好了 今天就到这儿 明天我们一起去凑热闹 体验赞花围 拜拜